在这支影片我们来介绍几个AutoHotkey 还算有用的一些范例 从这些范例里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学习AutoHotkey的一些语法 首先我们要做的一个功能就是用我们的键盘来操控我们的波音的音量 因为我们假设是使用桌机的话 因为一般标准的101键或者是104键的键盘 它上面不会有多媒体的按键 因此我们就要用标准的101键或者是104键里面的一些特别的按键来做音量的控制 下面我们就是用Auto再加上九宫格的加号 让它来送出一个音量变大的一个按键 因为这个VolumUp AutoHotkey已经帮我们内建了 它就是专门来控制音量变大的 那九宫格里面的减号 AutoHotkey加上九宫格的减号就是做VolumDown 音量变小 九宫格的0 NumPad的0 就是送出变成是静音 第一次会是静音再一次又会恢复成有声音 就是它是做一个切换的 这个VolumMute是一个切换式的 只要做了这三个 我们就可以做很简单 就可以达成我们要做的音量控制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放到我们的脚本档里面来 我这边已经建立好了 做了一个叫做Test7.ahk这个档案 第一行当然是我们为了要覆盖 就是只要保留一份执行的实例 所以我们就加上一个Single Instance 强迫它变成是只会把新的 会把旧的给覆盖掉 这样就不会一直弹出 是否的那个对话窗来做输入了 下面就是我们要做的三个音量控制 我们做好以后我们先做执行 那我们来试看看音量变大 就Alt按着 然后再按上九宫格的加号 你可以看到它左边就会出现了 音量变大变小的这个小视窗 我现在按下Alt跟-号 它就会变成是一直减一直加 所以这个都可以控制 然后Alt0呢 现在是静音 再按一次又会复制成有的声音 那这个就是做音量的控制 非常简单 而且很实用 接着这个实用的功能就是 当我们按下了滑鼠的中间这个滚轮的时候 可以在档案总管里面切换到上一层目录 我们先把档案总管给打开 假设我们现在在某个资料夹里面 比如说我在这个很深的一层目录里面 当我要回到上一层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可以按这个按钮 如果是标准按键的话 就是Alt加上往上这个按键 那现在我们希望可以用滑鼠的中间 滑鼠中间这个滚轮按一下 它就可以切换到上一层 再切一下又回到上一层 那这个要怎么写 首先我们就是中间这个按键 当然就是用MButton 那原来的中间的滚轮的这个功能要保留 所以我们就多加了一个这个TU的这个符号 那首先用的第一行就是用WingateClass 取得我目前作用中的这个视窗 它的AutoHotkey的Class它的类别 然后这个A就是作用中的 然后把这个作用中的类别存到SClass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下面就是来判断说 我到底在哪一个视窗里面 那如果说是档案总管 它的Class就是这个Cabinet WClass 所以如果我们目前的视窗是档案总管的话 我就送出Alt跟网上这个按键 所以就做到了网上换一个目录的这个功能 那另外这个就是其他的Class 就是如果说有别的视窗 应用程式的视窗 那也可以让它做回上一层 或者是到某个让它执行某个操作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这个如果是我的Class是FM 这个FM其实就是7zip它的操作的画面 如果它是我目前开启的视窗是7zip的话 我就送出一个倒退键 那它其实就是回上一层 那如果说我们在下面这个 如果说我是在Mozilla Windows Class 它意思是当我们在Firefox里面的时候 它就进来做这一段 Else If里面的这一段程式 后面这个Chrome Widget Win底线1 就是当我在Google Chrome浏览器里面的时候 它就会跳进来这边做 那因为在浏览器里面它是多页式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那个Winget Title 取得我目前分页的标题 作用中的这个分页的标题 那如果说它是Gmail的话 我目前的网页如果是Gmail的话 我就送个J这个英文字母出来 它其实就移动到下一个项目 那如果说我是在Twitter里面的话 我一样也是送个J出来 那意思也是移到下一个项目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 用Auto GUI 我们来Execute一遍 然后把Chrome打开 那我现在就切换到Twitter 然后我重新整理一遍 那我们就可以按滑鼠的滚轮 按下滚轮 它其实就送出了J这个按钮 其实是你在Twitter里面你可以按J 字母的J可以跳到 直接跳到下一个项目 然后K就倒退回去 回到上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也可以写一个Shift加上滚轮 这个是Shift加滚轮 然后如果说我们的Class 是Firefox或者是Google Chrome 然后标题也是在Twitter里面的话 我们就送K出来 那它就是倒退到上一个项目 那这个InStream 就是说在我的标题里面 如果它有Twitter这几个字的话 表示说我是在Twitter的页面里面 那这个时候送K才有用 那在别的页面它就不会 这个if就不会成立 所以它就不会送K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用滚轮中键做回上层 或者是到下一个项目 或是用Shift加滚轮回到上一个项目 那这个滚轮不是滚 是要按下去 是按下滚轮这个按键 会做的这个动作 那这样子就会很方便 当我们在浏览的时候 我就不必再去按按键 只要直接按滚轮就可以了 接着第三个使用的功能 是对写网页的朋友 很方便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去取得 我游标所在位置 它的颜色的代码 就是那个16进位的RGB 16位的一个代码 然后它的语法其实很简单 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驱动的热键 是Alt加A 所以我们只要按一下Alt跟A 它就会执行下面的程式 然后第一个我们是用MouseGap Position MouseGap的POS 它取得我们目前滑鼠所在位置的坐标 然后同时把X值跟Y值存给这两个变数 然后再用PixelGapCover 这个指令 把我们坐标位置的颜色 RGB的颜色 存到Color这个变数里面来 然后再把这个变数 从第三位开始取出来它的值 把它存到 再加上警号 中间这个点是连接的意思 所以它会警号再加上我们的那个六个代码 六个颜色代码 存到我们的剪贴布 在AutoKit里面 你有任何东西要存到剪贴布 系统的剪贴布的话 只要用这个内建的变数Clipboard 然后把X值给 assign给它 你的剪贴布就会有你要存入的内容 然后这边我们会同时为了要确定说我已经这个动作有做完 所以我再弹出一个视窗 同时把这个剪贴布的内容给弹出来 好 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的游标目前在 在这个黑色这个位置 我们按一下AltA 它就会弹出这个视窗 它这个其实不是纯黑 它是111111这个颜色 那假设我们到这个RGB的这个地方 然后再按一下AltA 它就是4376B0这个颜色代码 所以这个可以很方便的让我们立刻就取得 游标处的一个颜色代码 也不用再启动另外额外的程式就可以马上取得了 可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 最后的一个实用功能就是 我们怎么样子来教用Windows内建的语音功能 那我们这边就定义了一个热键Alt跟F12 只要我们按下Alt跟F12以后呢 它就会帮我们讲出声音 我们先来示范看看 我现在直接按下Alt F12 今天日期是2019年6月4日 现在时间是23点22分02秒 好 那我们怎么样来写这个程式 首先就是透过Alt F12内建的变数 像这个A 像这个A底线YYY A底线MM A底线DD 就是年月日它的内建的变数 那我们只要用百分比把变数刮起来 它就会取到它的值 然后再把这个全部这整个内容 存给Date这个变数 然后再用Speak这个函数 发出今天日期是哪一天 然后这个点呢 就是连接了前面的字串 跟后面这个变数 那Time呢 也是类似这样子 用A底线Hour 跟A底线Min A底线Minute 还有A底线Second 把这个10分秒呢 存给Time这个变数 然后再叫Speak这个函数呢 发出现在时间是什么时间的这个字串 然后这个Speak这个函数呢 是就写在后面 AutoIP的函数 只要写成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说函数的名称 然后刮号里面就是放传进来的参数 然后它的开始跟结束呢 就是用大刮号刮起来 那在这个Speak里面呢 我们首先透过CAMOBJCreate 建议一个Windows的CAM的物件 那这个物件是哪个物件呢 就是sapi.spvoice 这个CAM的物件 那这个就是语音的一个物件 然后再叫它里面的一个函数 叫做Speak 发出声音 所以只要透过这样很简单的几个指定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AutoHotkey 帮我们发出一些我们需要发出的声音 那以上就是一些简单 但是却是很实用的AutoHotkey的一些功能 那下次我们再多 再实际介绍更多的别的内建的变数 然后怎么样子来很方便的去使用它 那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